Hello AM730的觀眾 大家好 我是Color的Ivy Hello 我是Uncle的Brian 當一個人很專注一件事的時候 往往就會出現盲點 參加比賽 一心怕被淘汰 往往就會創出很多身邊的機會 你什麼都有 為什麼你要參加呢? 好玩啊 參加比賽當然要贏 有錢仔 參加比賽的話 連投資也要加了基金幫忙 其實是 我那時候只想賺錢 但我什麼都不認識 那時候在便利店打工 在預告也看到 報了名參加之後 就覺得很想最後要贏到那一筆錢 就開始認識不同的人 去貼上不同的人 去希望拿到資料 小手段 後來認識到Brian之後 認識到歐陽 歐陽之後 就真的學識了不用太誠實 開始用一些計謀 那怎樣慢慢推低的底線呢? 就是那三十集發生的事 我的角色歐陽本身就是一個好爸爸 有四個小朋友 那我太太和阿妹 在劇裏面 很圓滑的一個超級公關 但因為比賽 慢慢一步一步 可能慾望膨脹了 然後就開始偏離了本身的個人 其實施靈和歐陽的關係都挺重要的 因為有些種是師徒的關係 在歐陽就會覺得施靈好像以前的自己 有些特質 那我覺得施靈又可以幫到我 我又可以幫到他成長 所以就有一種合作關係 我覺得第一天拍攝 她是 不是頭幾天 她都不跟我們這些男生 在拍攝 她自己一個 可能覺得我們太膚淺了 自己去聽歌 看劇本 我們自己在說一些低俗笑話 我們整晚玩 很緊張 她完全不表演我們 我覺得 哇 Ivy也挺酷的 後來真的 因為半年的時間 慢慢就變成了 我想都兩個星期 我覺得一個月 一個月 我覺得一個月後才真的玩玩玩玩 我每個劇集都是這樣的 一開始好見 但後來又會太瘋了 是每個劇集 我自己本身是蔓延的 跟我的形象有點不同 好像之前說去天才 天才型的 不是球員 天才型的演員 她未必喜歡 她不喜歡自己說天才 但我覺得她是很聰明的演員 很聰明和很勤明的演員 因為自問 我有時拍劇 都會被導演罵 因為我們始終香港拍劇 不是像荷里活那些 順時序拍的 由Ivy的角色 是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不同時期 完全完全不同的 我覺得她很厲害 就是她一拍的時候 她很了解這個劇本 我今天拍這場 是什麼時期的司令 一個模式一進了 或者不要說今天 可能我今早這場和下一場 已經是… 比如這個經歷了很多 下一個是回到第一集 他一拍就馬上轉模式 我覺得這是很聰明 很聰明的演員才做的 我當初覺得 看歐陽的角色 我看劇本好像很壞 需要一些很細族的人 為什麼會找Brian來呢 但是後來她演樂 我就覺得 其實找一個這麼正氣的樣子 去演 或者平時的形象 這麼好的人 的人去演 才是最吸睛的一點 就是無端端 你以為她很好 但是她背後耍了很多小手段 這下是最深刻的 我媽媽呢 一有劇 她就會不停發訊息給一些 侵犯職員 她就… 她不知道看到預告還是什麼 就說安立第一次做反派 我媽媽也不是反派 這個世界也不是好人和壞人 因為這個劇 我覺得最有趣的就是 每一個角色 面對金錢的誘惑 比賽勝利的慾望 其實大家都有陰暗面 都會游走在好和壞之間 認真的 我個人不是很說謊的 尤其是我老婆一創 當然我沒有做什麼壞事 但是… 譬如說… 譬如我約了朋友去吃飯的那些 不記得提她而已 然後她一說 我就會立即一五一十去說 我是不會說謊的 我也不喜歡說謊 因為我說了一次謊 又要蓋蓋蓋蓋 但是這個角色是會的 但是這次我覺得 因為你的角色好像拍得太久 30集 好像自己成為了角色一樣 所以我去到那一場 是很自然投入了下去 想回角色的處境 家人 你就進入了那個狀態 不需要再想回 Briant以前自己的經歷 我已經是一個角色 我想是最大挑戰的一個角色 C-Link的角色跟我很相似 就是比較堅強 其實她後面很多都是靠自己 沒有容許自己崩潰的時候 因為她真的很需要 最後那一筆獎金 我本人是沒有什麼好性心的 人生有沒有哪個時刻有一件事 你很想得到 譬如說 《全民造星》冠軍 或者是 《Chorna》女團的位置 你有沒有一樣東西 其實沒有因為我本身 這個人沒有什麼自信心 就算是拍劇 我也要靠很多功課 自己在家做很多準備 來令自己拍的時候 會安心或者舒服 不用想太多東西 其實我都很勝的 尤其是在運動比賽 就是挑戰自己要贏 男朋友比賽 是靠我 但是我跟歐陽的角色 最大分別就是 我不會為了勝利 而傷害身邊的所謂朋友 如果我當作是朋友 我寧願放棄勝利留住朋友 但是角色可能就有一點 譬如結婚 努力做人 在正在做ING 我最想到的做圖片 就是想到遊樂 然後有小朋友 他在泳池遊樂水玩 然後我就坐在沙灘椅上 財務致入 這個畫面就是我現在最大的 財務致入 我想大家都想 我沒有地方住 我就是住遊樂 一年365天左右 就是家庭 現在最大的慾望 就是如果有小朋友 看著他們開開心 I-V-Soul比我最深刻的 就是吃東西 因為他經常要保持肥肥 要拍新MV 準備一些表演 他就不吃東西 午餐是吃沙徒 吃菜或者吃蘋果 我會帶一碗熱水 一準備不摺飯盒的時候 帶一碗熱水 然後沐飯就過油 吃那些菜 但是飯全部都不要 就是吃好少年先 但是我記得有一次 他無緣無故跟我說 Brian你吃飯也吃得很好看 很優雅 如果開一個節目 他IP show是 講食物 也不用講食評 只是享受吃 其實已經很好看 因為你真的會 他是那種很尊重的食物 就是我準備吃你了 我吃了 他是真的那種 是很好看的 如果好吃 只要一個碟 我會拍手給他 是 你吃完那一碟 最可惜就是 在這個劇裡面 角色他都經常吃東西 但他又不能吃 他練習了一個技能 就是他放進口袋 但不吞下去 就這樣 Cut 很難的 很難 要就著導演說這句會Cut 那我就 我開始慢慢看著 看著各人說對不起 然後就Cut OK 然後在最後 他就是天才聰明演員 很少NG 但是我們其他演員有時候會NG 那譬如他要吃蛋撻 那一場 他就看 然後NG 你不切了 就是變成那個Shot 要吃了兩打蛋撻 但沒有一個蛋撻入到他的位 所以那時候我很怕動 那時候是我最瘦的時候 之後 真的很怕痛 每個人在冷氣房 都穿了短袖衫 我就說 哇你們有沒有魚翁 我真的很動 零之光 真的很動 我記得 譬如兩三年前開始 學投資買股票 因為那時候的市好 就是人人都是司拉股神 每天你按兩按你就會賺 那 開始就貪 開始就 又沒有認真去研究 怎樣學習投資 人家叫你買就買 那個位置又不敢放 那我記得 都幾慘痛 因為貪 所以 譬如我記得那次 我跟他說過 那些Crypto 經常走得了 已經你已經賺 我賺了三倍了 很誇張 但是又覺得 咦 不是 會有機會再升 很貪 那我記得那天晚上三點多 都是不要走 明天過了六七點 看看什麼環境 然後睡著了 七點睡著了 什麼時候 崩壞了零 沒有了 然後我博物停了 一元都沒有 我賺了多少錢 那次是 那時候開頭 又不是六位數字 前兩年 都是股市很好的時候 美股很流行 都申請了個美股投資戶口 之後 不過我的小朋友 打算玩一下賺零用錢 賺了車錢 就拿了五千元 那我都 我記得美股 都是有分牛熊市 那些可以買的 不過其實很辛苦 你每晚看著它 你會決定哪一隻賣 哪幾時賣 遲些賣 都是賺了那個 我剛才說的 二百元 其實我Casting 是有Cast過這部戲裡面 Alice的角色 她的名字叫做什麼 YY 然後她的角色其實是 她是一個好人 但是她做的東西 跟Brian一樣 都是不太被人認可 但是其實現實中 我們每個人都會做一些 未到道德敗壞倫喪 但是有一點古惑 有一點可能不太好 但是未踩到那個 就是灰色地帶 這些角色 未必很討好 但是你會覺得它可愛 我也想成為 或者試一下這些角色 我想做運動員 運動員 當然 我以前只是大學生 但是因為 最近拍過節目 有訪問很多真的運動員 那些經歷真的很辛酸 你努力付出了很多時間 精神 體力 但是未必得到成績 很艱辛的 我很想 訪問了很多 聊天 我很想有機會 經歷他們的那個人生 最記得是那天 我們有去那些 很偏僻的新界的村屋拍 他先去化妝 說什麼 我都這樣 我都這樣 我都大悲咒 他原來在化妝 一邊化妝 他不停地過大悲咒 不行 我一定要聽這個 你覺得 他在升降機 無端端在門口 看到有些手伸出來 之後 是不是要化大悲咒 就是門又關不了 之後 我自己是未遇過這些 我也沒遇過 但我聽到也覺得 恐怖的 那天 我記得他經歷了這樣的事件之後 第二天就來過大悲咒 然後晚上我們有一場 煩氣的 有一群人說 喂 吃飯啦 他的狀態也是很奇怪的 他說他很重啊 那些 我沒聽過 說到那頓飯 明明只有五個演員在做 是不是還有六七個 對 我不知道 另一個演員Aidan 也一起拍 Aidan是 他說他們自己看得到的 George說 他什麼都沒有跟Aidan說的時候 Aidan一看到 他就已經看到一些東西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